第26题 乘上题 若小林在实验中用去了100公克的食盐水 则剩于食盐水的重量百分浓度因为多少 我们晓得容易是均匀的混合物 取出部分之后 取出的剩下的 他们的浓度都跟原来一样 上一题说 小林要配置重量百分浓度 百分之十五的食盐水 300公克 所以用掉100公克之后 剩下200公克的浓度 仍然是百分之十五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折胜于食盐水的重量百分浓度因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百分之十五